在024年跟着梦莉姐一起爱健康 今天梦莉姐要跟大家分享的健康之信 就是赵慧博士在营养免疫长寿里面所提到的 有关于势力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像糖尿病引起的四网膜病变 也跟我们的饮食有直接性的一个关联 那如果说我们常常设计这些高糖啊 高脂肪啊以及高热量的这些饮食啊 或是高度就是高度精致的这些植物啊 或是暴饮暴食都是诱花 就是糖尿病性质网膜病变的一个主要因素 那像中老年人啊或是比较肥胖啊 体脂肪比较高的 还有就是腰围比较粗壮的这些人啊 更是最高的一个危险族群 所以说呢平常我们在饮食上啊 应该尽量多多的来设计 这些富含高植物营养素 还有高抗氧化剂的食物 那我们远离糖尿病 因为糖尿病就会引发是网膜的一个病变 那势力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保健的问题 所以说呢赵辉博士啊也是希望说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我们的势力照顾好 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赵辉博士的健康知性分享 那梦莉也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希望在2024年呢 跟着梦莉姐一起爱健康 远离糖尿病哦 谢谢大家